要想知道一个男人是不是真心的爱你 就可以通过你们两个人每天生活在一起 他对你的称呼 或许在有的人眼里觉得喊啥不行 可是当一个男人对你称呼别有用心的时候 就能够看出你在他心中的地位 一起来看看吧 1.丫头 我们都知道夫妻之间有很多的称呼 如果当一个男人对你的称呼别有用心的时候 那么就能够明显地看出你在他心目当中真的很重要 所以如果当一个男人对你喊丫头的时候 那么你就应该感到很开心 因为我们都知道只有在我们自己娘家的时候 自己的父母才会对我们称呼丫头 然而当你的男人这样称呼你的时候 就能够看出他对你也富有一种父爱的感觉 他希望自己能够像你的父母一样 去全心全意地爱你 给你安全感 2.宝贝 如果当一个男人喊你宝贝的时候 你就应该感觉到很幸福 因为这个男人 他一直把你视为手心里的宝贝 捧在手里怕摔着 含在嘴里怕化了 同时他一直把你当作自己的孩子一样去对待 他每次在做任何事情的时候 都会考虑到你的感受 永远都会保护你 不让你受到一丁点的伤害 那么这个时候女人一定要好好珍惜你眼前的这个男人 因为我们都知道 现如今好男人真的很少 所以一定要懂得珍惜他 不要因为自己的无理取闹 而丢失了原本属于自己的真正幸福 3.名字 如果当一个男人直接称呼你名字的时候 你这个时候不要觉得他一定是不喜欢你了 恰巧你应该感觉到自己真的很幸福 因为我们知道 在现如今社会当中 很多男人 他们往往根本就不想去称呼你的奇名 因为在他心里觉得根本就没有你的存在 所以当一个男人直呼你名字的时候 就可以判断出他是真心喜欢你的 因为他在喊你的名字的时候就已经很明显的证明 他一直都把你视为自己家人 从来没有把你当外人去看待 4.老婆 知道有一天一个男人 他突然喊你老婆的时候 你就应该知道这两个字不是一般人所能驾驭住的 然而这个时候你应该很明白 在婚后当中你一定要尽到老婆这个义务 不要还像外面那些年轻的姑娘一样 整天在家游手好闲 从来不为男人去分担一些家务活 当你和一个男人结婚过后 你就应该懂得宽容大度一些 这样就能够让你的男人 对你一辈子使心踏地的好 所以这个时候你应该感觉到很庆幸 并且觉得这个称呼对你来说真的非常的重要 5.孩子他妈妈 请接着有一天当一个男人对你喊到 孩子他妈妈的时候 你就应该明白 你的人生已经过了大半辈子 而在这个时候 你要更加的去珍惜你眼前的这个男人 因为在你后半辈子于 他是一直对你不离不弃 始终对你至死不渝 不要觉得当他喊你孩子妈妈的时候 你就意味着自己已经老了 这个时候你应该为自己感到开心和幸福 因为能够和男人走到现在这种地步真的很少 而如今我们都知道是经济发展社会 男人有钱就变坏 所以他们经常会在自己有钱之后 觉得自己身边的那个女人配不上他 所以女人们如果有一天 当男人这样喊你的时候 你一定要学会给他那个男人一个大大的拥抱 并且告诉他孩子爸爸我一辈子爱你 六老太婆 我们都知道茫茫人海中 两个人相遇真的很不容易 所以有一天 当一个男人他对你喊到老太婆的时候 你就应该为自己感到幸运 因为很多的人 他们往往会陪自己半辈子之后 就消失得无影无踪 或者有的人他们会因为种种原因而离开了我们 如果当你眼前的这个男人 对你喊到老太婆的时候 你就要拉着他的手和他说 后半辈子我一定会对你不离不弃 因为你就是我生命中一直最重要的那个人 这样才能够使你们两个人之间的感情越来越浓密 七给你起的外号 我们都知道很多年轻人在相处的时候 他们根本就不去喊自己亲爱的 或者是宝贝等等之类的名称 他们都会喊自己的绰号 那么这个时候 你就应该为自己感到很幸运 因为只有一个男人对你用心的时候 他才会给你起外号 并且这个外号 仅仅只有他一个人可以对你称呼 同时也能够看出 你在他心目当中的重要地位 所以女人们一定要好好珍惜眼前人 如果你中了以上五条 那么就能够很明显地看出 你在你男人心目当中的地位 一定要懂得好好把握它 因为世界上没有后悔药 能遇到一个和自己情投意合的人真的很难 且行且珍惜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